最近这些年以来,只要一部韩剧大热之后,剧中的男女主角就立马,会到我们国内来捞金,参考前几年的独敏郡,李敏昊,宋仲基等等这些明星,哪一个不是拽的盆满钵满,而我们国内的粉丝也很争气,前赴后继的给这些韩星创造热度。 而这段时间在国内大热的韩国歌手秀志,也是在我们台湾的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个人的一个见面会,秀志在这段时间也是因为国民初恋的名号,凭借着自己的一双大长腿,在国内也是掀起了不小的热度,热度也是一度直逼我们国内的一些当红女星。 不过非常尴尬的是,这一次所谓的见面会,前期也是卖力宣传,更是有娱乐媒体报道会有近两千人来参加,但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也是大相径庭,全场也是一共近九百个座位,而当天到场的粉丝和观众也仅仅只有六百人,近三分之一的座位其实都是空的。 虽然到来的观众人数不尽如人意,但是韩国明星有一点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国内的明星们去学习的,就是他们的专业和敬业度,尽管人不多,但是秀志也是十分卖力的在台上演出,观众的数量也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他的状态,依旧是完美的完成了整场见面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